我们人要知道 想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也就是说 我们修心修了半天 你到底想成为 修为 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还是菩萨的境界 还是神的境界 还是佛的境界 还是鬼的境界 其实修就相当于学习 就是你在学校里读书 你到底想读成什么样 你想读到技校 还是读到我们说小学 中学高中初中 或者就是学到大学 或者你想学到研究生 这一切都是有 赖于你自己 你自己 所以一个人能成功 学佛做人 他是生生世世的缘分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 要修心 一劝他念经 他马上就相信了 为什么有些人 一辈子 他不知道要修心 他没有这个境界 他在 人间做了很多的坏事 所以他在人间 继续在受的很多的报应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不相信的人 你也要下地狱的 不是说你相信了 你就不下地狱 你相信不相信 这地狱是存在的 就相当于你今天 做坏事了 你就是不相信有警察 你也会被警察抓住 所以要知道一个人的心 一个人的感觉 和一个人的对智慧的理解力 都是很重要的 一个真正能够相信学佛 相信菩萨的人 他是有智慧来达到这个境界的 而有些人 他是没有这个境界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怎么样 要做到修心无漏 这里在做功德 那里就漏掉 这里在做好事 那里又在做坏事 这样你的漏 就是漏得太厉害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要懂得怎么样把自己毛病要改好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 永断习性 就是永远断除 自己身上有不好的习惯和性格 所以很多人说 我就这个性格 你不断的话 你会六道再继续轮回 所以你改掉了毛病 你就脱离了六道 你改掉了不好的习惯 你就是成为一个学佛的人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心中要有个准则 做什么事情是奴隶的 做什么事情不奴隶的 做什么事情以后会被人家骂的 做哪些事情以后是被人家赞赏的 所以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你就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单单学佛 不能有漏 单单做人 不能有缺 缺就是失去 你缺了很多人的道德 人的品责 做人的原则和准则 你就会慢慢地变得越来越 没有脸面 慢慢地离开佛陀越来越远 就不会在自己的心中达到究竟圆满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 希望大家一定要实实在在学佛 实实在在念经 实实在在地去相信 我们今天种什么种什么种子会结什么果 今天撒什么树苗会长什么花开什么花一样 所以要学智慧 要懂得 学佛用真心来学 因为真心 你才会换来真情 清洁 纯洁 很干净地去拜佛 一定会得到菩萨的感应 所以 我们要不能违愿 我们要好好地修心 修心 而且要向内修 就是我们说 用自己的心 来管住自己 让自己不要犯错 也不要犯罪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良心和本性 凡是自己做错了 赶快要忏悔 否则 越走越深 会让你解脱不了自己心中的那些苦难 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我们的白跨佛法的节目当中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结合自己的心来学佛 找出生死正菩提的道 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找出生和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怎么一条道呢 其实生死就是很简单的自然规律 因为有生就会有死 有生就会有灭 当你生出来那一天懂事 你就应该珍惜生活和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想一想 孩子也睡棺材 年纪大的也睡过棺材 活到今天 你们浪费了和虚度了多少青春年华 我们人一辈子就是带着一身的病痛 奔向坟墓 而且越走越近 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不可逆转的 当你不了解生 你怎么会知道死呢 当你不知道珍惜时光的重要 你就会浪费时光 当你不珍惜一个天天在身边照顾你的人 你就会失去这位照顾你的人 所以台上经常跟大家讲 学佛 珍惜是缘 这个理解 是分 所以缘分 就是珍惜和理解 所以我们自己的心 要彻底的明白 人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时候一个人 以为自己做的都对 实际上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就像我们小时候觉得自己很多事情都是做的对的 为什么还会被老师责骂 因为我们不理解这个事情的 实质性 所以我们才会心乱 我们才会以为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一个人 要心地无私 要懂得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必须做好事 做好人 我们才能活在这个人间 否则我们不像人 整天的欺负人 去冤枉别人 或者去欺负别人 或者去伤害别人 等等 都是给自己带来 不可 磨灭的那种 生存在你八十田中的业障 所以人必须要克制这些 你才能会变得越来越 如理如法 好好地学佛 才能好好地修心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懂得 活在人间 懂得佛理 懂得人生的真谛 无常 苦空无常 然后积极向上 好好地修 好好地学 让自己真正地成为一个 具有高境界 高智商 高智慧的人 要懂得这些 你才能真正地破除 自己心中的魔障 还换来自己本性当中的善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